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TV SHOW 今天我們又要去哪裡玩 台東 沒錯 如果前幾個禮拜 大家都有看媽咪之前有所拍的一個 台東度假飯店的話 大家都失勤媽咪說 媽咪啊 你拍完這影片 是不是少了些什麼東西呢 美食 沒錯 就是美食 所以這次媽咪不計千辛萬苦 從昨天我就夜衝來到這裡 已經大概一點半 兩點了 為了是什麼 就是為了大家 我這次要來台東吃片大大小小的美食 然後分享推薦給大家 還等什麼呢 現在就趕緊跟著媽咪一起吃美食啦 乾杯 不會吧 沒有網路 天啊 我現在會 我忘了繳費 怎麼辦 現在沒有網路就沒有辦法導航 我之前找了一堆美食的東西 也不能看了 怎麼會出這種trouble 怎麼辦 啊 現在沒有網路這麼笨 媽啊 台東目前有提供免費網路 ttfree啊 免費 那要怎麼用啊 進入ttfree的網頁之後呢 選擇簡訊 Line 點出其中一個註冊 就可以開始免費使用囉 喔 這麼方便喔 對啊 而且他們還利用 與Googlemap連到 上面都會顯示 熱點的分佈狀況 既然這麼厲害 那我們這次就來挑戰一下 全程都使用這個ttfree 來好好的介紹台東好吃好玩的 先來出車 到設定 然後Wi-Fi 你看真的有這麼好用嗎 真的有耶 ttfree 好了 可以登錄了 好 那我來登錄一下 用手機加訓 喔 登錄了 我們就有囉 再跨不多說 我們馬上就來用它 看它好不好用 來在Googlemap上面 來定位看我們的第一站 出發 聽得很準的 你看像我現在是連接車上這個 Apple Cup 然後它這個 現在等下它向右轉 沒錯 我已經到達第一站了 可是來的時候就是 心情很複雜 開心的是有開 有點複雜 是因為大家看一下這個人樓 第一站人就這麼多耶 這一家我有查過 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店家 看這樣子應該要等個二三十分鐘 不過好吃的美食呢 還是需要耐心的等待的 我先排隊了 這個 這個 一個 兩點鐘 就休息 打烊的店 我想 出產的東西 應該沒有理由 不好吃吧 其實它價格不便宜 一小小的這樣子 要五十塊 欸不對不對 以馬卡龍的價格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這是很便宜的 平價馬卡龍 然後我們話不多說 先來吃吃看 那我總共買了四個 全部都是買他們的熱賣款 好來我現在先看一下 欸很香耶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先吃店員推薦 我剛剛發現 它的餅乾味很香 那我要吃囉 好吃 好吃 馬卡龍本來就很甜的 但是它真的沒有到屎甜 因為我也不愛吃馬卡龍 是因為它的餅皮 每次咬下去就是會黏牙 它也有 可是一咬下去 你可以輕鬆的感覺到 它的餅皮是有一點點酥脆 那重點我覺得它的內餅很好吃 不過它的抹茶 是沒有到那種 很苦很苦的抹茶味 吃完之後 嘴巴會有留有一點抹茶香 好啦 整體而言是推薦這個 雨天家 如果說是像我們剛剛呢 可能要排半小時 或一小時之久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PASS 那下午茶點心 要配什麼呢 當然是要配這 TKFREE 免費的無線網路 滑著IG臉書啊 下午茶不就是這樣嗎 我真的覺得啊 現在的人啊 真的不能沒有Google Map 像我們要找路啦 或是要找餐廳啊 找美食等等的 一定都要用上它啊 我覺得台東的民眾非常幸福 因為台東縣政府他們現在推出了這個 免費的TTFREE的無線網路啊 真的超棒的 第二站呢 我們來到了最知名的波浪屋 那這邊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餐點 餐廳咖啡啊等等的 根據網友們首推的 就是這一家 BONCHO COFFEE 剛剛前前後後後也要吃這一家 對差不多要一小時 我今天點到的餐點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最經典的 終極漢堡 以及週日限定的一個肉桂爵 現在來品嘗看看喔 漢堡一樣好吃 我覺得有幾個平端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漢堡皮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它裡面 好我來吃吃看啊 Juicy Juicy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水嫩水嫩 你看這個汁 喔 我有期待 我有期待喔 這是它餅皮 很好吃耶 它的餅皮啊 有一點點酥脆 它的漢堡組合 那種煎的焦香焦香的 而且這厚度大概有 兩三公分的厚度 很Juicy 不會死死拆拆的 你吃起來的香味 你以為在吃牛排肉塊 漢堡 給過 對對對 剛剛忘記跟大家說了 大家一定要手機去下載什麼呢 TT push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下載好了 裡面啊會有一些任務遊戲 你只要完成這個遊戲呢 它就會免費贈送給你金幣 那金幣可以幹嘛呢 金幣呢你就可以到指定的商家 去做消費 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你玩遊戲就可以賺現金 像我剛剛來到的這一家 我就折擠了現丁80多塊 一杯星巴克的錢 超級划算的 大家趕快去下載喔 我開動了 好啦我們終於到了我們的第三站 來到一家也是人氣非常旺的一個飲料店 但我來到這邊呢是讓我有點嚇到 什麼嚇到呢 他評價這麼高 但他人潮卻在隔壁街 沒有關係 我覺得還是要相信網友一下 我們進去喝喝看 飲料到手啦 來媽咪我呢 對於一家飲料店 好不好喝呢 其實很簡單 我入門款呢 一定就是要點上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要不要好喝呢 他其實最基本的就是 珍珠珍珠珍珠 珍珠要Q嘛對不對 還好他夠不夠有奶味香 那我這次點的也是他們推薦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 紅烏龍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點的這次就是 紅烏龍珍珠拿鐵 好冰喔 好吧 很普通 很普通耶 我傻眼很普通耶 因為拿鐵當然有奶味不會很重 可是也沒有茶香味 然後他的珍珠呢 沒有Q 再給他一隻機會看看 對珍珠的要求來講 我覺得他真的蠻普通的 第四站呢 我們來到一樣是台東 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家有看到這龍龍嗎 今天是禮拜一喔 禮拜一還是有排隊的人潮 我等一下排到 再來試試看到底有多好吃 好 好啦我們終於排到啦 就是成績的麻糬 你看旁邊現在還是很多人 越來越多人喔 那我們呢 這次買的啊 因為他非常非常多的口味 但是我們還是選擇了最基本的口味 好不好吃啊 你點他的經典塊 就會知道了 好 先吃花生 其實蠻大顆的耶 這一顆多少錢 22 25 好 反正在這個區間 不會說太特貴 你怎麼已經吃了 他裡面內餡多到他噴出來 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其實 你也開始吃 我還沒有看他們什麼時候開始吃 好 好誇張喔 他的那個皮好Q喔 他的皮超細緻的 你想講是不是 嗯 好 你講 裡面的料很多喔 對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哥哥剛剛一吃 他會怎麼這樣噴出來 餡料太多了 有一些包在裡面的內餡 他的餡料是濕的 但他是乾的 他比較有點像凍糖 我感超好吃的 而且我還在多吃一口 你想要叫我先吃紅豆 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了這一家店 也是不得了的 我今天要來體驗這個是 幸福綠豆湯 這個歷史悠久到 他的年齡已經比我還大了 他民國53年開曆到現在 可以屹地不養 我想一定有他的好吃原因吧 那我來吃吃看囉 我很久沒有吃到那麼 道地傳統 古早味 嗯 古早味 對對對 欸你比我會形容古早味 他甜度夠甜 然後他的綠豆啊 然後每一個都吃得到 但是又非常的美密 不會是顆粒的 可是又不是那種散散的 簡單來說 綠豆湯給過 讚 我要再補充一下 這邊除了綠豆湯 非常好喝之外 店內啊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商品 比如說一些甜湯 喔對 還有很多的冰品 你沒聽錯就是吃冰 很多北部人現在一定想說 欸這什麼天氣你在吃冰 我告訴你 台東這邊好山好水 天氣非常好 吃冰也是非常正常 好 最後呢再提醒大家一下 現在台東呢有推出 tp free 無線網路 提供給大家免費使用 針對一些年長者 或是你沒有網路吃到飽的 真的是一大不一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也喜歡媽咪到台東來這邊 分享吃吃喝喝的給你們 就幫媽咪啊訂閱分享加按讚 還追蹤我的IG 如果想要支持媽咪的呢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I'm your love